红彤彤的麻辣火锅 咸 香 麻 辣 把牛肚丢进去涮两下 销魂滋味 老饕最爱 不过抗疫期间关在家 有钱也吃不到 随着大陆各地陆续解禁开工 不少吃货终于带到机会 大吃一顿 火锅店里每张桌子都隔开至少两米以上 而且只接待四人以下的消费群体 来吃火锅的民众大开杀戒 疯狂点餐 所以我就在附近一直来吃 禁止出门就没有来过了 我们点了可多了 点了十个菜 因为都好久没有吃了 所以一次要吃够 香一次吃够的还有这名吃货 点烧肉外卖一开口就豪气地说 来一本 一开始说来一本 我们没听明白是什么怎么回事 他就说把我们家的菜单都点一遍 今天我接了个外卖袋 把我家投入全点了一遍 售出常常点菜单 店家原本还以为是恶作剧 打电话再次确认才相信 消费者就是要来一本没错 一整本菜单五十多道菜 总共人民币一千两百多元 业者花了三个多小时打包准备 店长开车亲自送货到府 被闷太久想解馋的 还有这群戴着口罩 大排长龙 抢买奶茶的民众 四十个人都在这 四十多名外卖小哥统统聚集在这家奶茶店 小哥透露 这几天民众点的都要升级大杯 或者是特大杯 而且一定要加珍珠 布丁 蒟若 红豆等配料 为了满足被压抑许久的消费率 还有业者推出巨无霸 五公升珍奶 堪比水桶的超狂珍奶 足足有五公升 是一般普通珍奶的十倍 奶茶控门超兴奋 一桶卖人民币八十八元 换算台币约三百八 想喝还得提前预约 这一桶奶茶呢 制作时间大概需要一个半小时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有大桶的然后全家人一起可以一起分享一下 而且这样看得比较过瘾 成桶的又觉得就跟大桶鼠一样 看得比较新鲜新奇一点 报复性消费现象 同样出现在杭州这家百货公司 就买点化妆品 后面好久没出来了 就素颜在家里 女孩子站在化妆品柜台前精挑细选 想试用还得排队 人潮一波又一波 短短五小时就创造 一千一百万人民币销售额 数据显示 大陆实体店消费回暖 以餐饮业最明显 尤其手摇饮料 更是业绩王 以上海为例 二月十号复工后 民众一个礼拜 就点了十六万单的奶茶 到了复工第四周 数字上涨来到三十三万单 其中还有一人一次狂买七十七杯 用买买买来满足酒味消费的欲望